砸了1500萬開酒吧 營業7年卻確定結束營業 這間就是張惠妹開的酒吧 鄰近鄰森北路跟調通商圈 月底就要歇業 專家跟我們說 就是因為這邊租金一坪上看5000元 難道藝人也撐不過高租金嗎 經紀人回應是租約到期 會另外再找地方開店 但專家點出周邊租金高漲 是不爭的事實 調通商圈這邊 其實巷子裡頭跟大馬路旁邊的 這個價格不會差太多 因為很多這個我們看到 夜間消費的人潮 其實都是在巷弄裡頭會比較多 對比租金步步高升 台北房價卻是年跌0.12% 罕見的連1%起伏都不到 專家說房市現在就像禁止的新店圖 北台灣房價真的心如止水 台北市平均每瓶少1000元 來到83萬2 新北市每瓶大約跌1萬元 既減1% 年減3.3% 只有基隆房價漲破4% 回升到二字頭 上上下下的波動幅度 可能不太會超過5% 這樣的一個水準 假設你要像以前這種投資的話 我想機會是不太多的 那你要是自住客的話 應該還是就是 現在就是趁現在這時機點 買好房子住好一點 專家說自住客可以考慮進場 而在賣壓消化之前 整體房市都會是小幅盤整格局 東森財經新聞 臺北採訪報導 你不要說 財神封財經新聞 我看到 財神封財經段 都會推進網独的 財神封財經